10月12日,距离新赛季NBA常规赛开赛,只剩下五天的时间了,按照NBA的规则,接下来火箭将提交15人激活名单,而火箭目前的人数已经多达19人了。 究竟哪四名球员会被球队放弃呢?贤书保险的人选吧,哈登、保罗、戈登、塔克、安东尼、恰佩拉、恩尼斯、格林、麦战威、内内、奈克、克里斯这12个人的位子是不可动摇的,周期相对来说是雷打不动的潜力股,只要伤病别出现反复,地位也不至于受到影响。 这样火箭已经有13人可以确定了,也就是说,克拉克、哈登、恰伯克洛、爱德华兹,以及两名星员桑普森和罗德里格斯,6个人要竞争两个席位。 在今夏,20岁的天才高帅富哈登,已经签下了一份保障性的合同,因此火箭处理他的可能性不。 随着克拉克在连续几场比赛旅方会不错脱颖而出,他也基本上锁定了最后一个名额。 这样一来,巴西杜兰特·卡波克洛被踩的风险很大,当然拿伤向合同为火箭发展联盟球队毒舌效力,是他可行的选择之一。 52号星星埃德华兹,基本上也要去打发展联盟了。 至于两位新人桑普森和罗德里格斯,不出意外都将去发展联盟打比赛。 55号星期间